Hello 各位 今天是星期日 十大屋苑的统计成交量升了 近期疫情也算严重之下 又有限聚令 二手十大屋苑统计 竟然可以创了七周的新高 连续升了三周 全港九新街八大屋苑都有开单 有两个没有开单 九龙美肤丽港城也有两宗 香港区康宜也有三宗 海宜也有两宗 太古城也有一宗 如果比较成交量大 一成有九宗成交 嘉湖和影湾园各自有两宗成交 总共有22宗成交 如果22宗来说 对比上一周 上一周是19宗 前一周我记得是15宗 连续三周都升 而且在这么严峻的环境下 连续三周都在说15、19、22宗 十大屋苑成交 而且覆盖面也是港九新街 因为很明显地看到社会对市民 对置业的渴求是挺重要的 而且近日政府的限聚令都很严格 所以发展商都自动自觉有一个断层 对上如果说昨天的星期六 我们有个独家的原价 都是中小型物业的 他买53间 但最终成交是39间 而且一看一看 客人也是看价钱买的 300万、400万、500万 就比较容易去决定 刚性需求 其实要解释只有 因为疫情这么严峻 不过也有一个希望在近日 星期五政府说了 我们采购疫苗的政策 不断地这两天 市民大众都对疫苗的期盼 对疫情的希望 相信 对前景没有那么灰暗 乐观了 其实大家不妨乐观一点 因为流市 如果以全年计 现在的跌幅 都是优于大事 如果说十大屋苑 即是中原城市指数 都是跌了不够2% 即是1月份到12月上周五的统计 如果到年尾 我估计最多跌了1% 即是极限 全年1-2%的上落 我已经感恩了 大家也是 继续严格防疫 多忍一会 我相信 如果疫苗在下年 譬如1月 社会上 有部份都可以打得到 而且市民对防疫的信心都强了 希望疫情早日可以受控 限聚令会放宽 大家的经济活动 会回复部分正常 有些影响很大的 例如机场通关 逐步逐步来 如果一通关 香港整体的楼市 都会更加刺烈 大家都是那一句 要选择一层靓楼 或者沉迷物业 都可以上我们中原行业 留意我们每周的城市指数 或者今天的十大屋苑的统计 这个十大屋苑的统计 都是很科学化 告诉大家 看看市民如何反映 在楼市上 周六日的走向 祝大家身体健康